黄金涨疯了,两大力多股五金价再创纪录新高 3月29日现货黄金因耶稣受难日假期休市 金价周四再创纪录新高,并创下于三年最佳月度表现 受助于美国降息预期和强劲的避险需求 现货黄金周四上涨1.74%至每盎司2232.78美元 盘中创下2236.05美元的纪录新高 金价三月上涨9%创2020年7月以来最佳月度表现 且连续第二个季度上涨 美国基金收高1.2%报每盎司2238.4美元 道明证券大中商品策略师Daniel Galli表示 交易商在假期前调整头寸 在月末和季末来临近前增加交易活动 这提振了金价 Galli补充说如果市场开始预期美联储 降息周期的降息幅度会更大 黄金可能会进一步上涨并有可能守住这些高点 但我们确实看到近期出现了买盘枯竭的迹象 Gamesfield Coins的首席 市场分析师Everett Millman说 竞价上涨的另一个原因是 全球地缘政治局势依然紧张 这可能会促使投资者买入黄金 将其作为一种中性储备资产 美国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PCE物价指数将于周五公布 这可能有助于投资者衡量美联储的政策立场 目前市场预计周五公布的核心 PCE将从环比0.4%放缓至0.3% 同比增速仍高于美联储2%目标 预计维持在2.8%不变 根据资商所的Fatwatch工具 交易商目前预计六月降息的可能性为64% 错误保存习惯 越吃越伤身 保龄小龄连环报必看食安保命秘籍 日本蓝色冲击波飞行表演队 完美化出高难度奥运五环 关定了 朱雪恒酒后自称断片强吻 中佩军强制猥亵罪重判一年2月 黄金现货涨破2200美元 创新高油价跳涨约2% 2024年3月29日09 《50经济日报》编译黄书林综合外电金价 纽约黄金现货价格28日占上每银两2200美元 路透 国际金价周四28日再创新高 纽约黄金现货价格涨破每银两2200美元 超越上周记录缔造三年多来最佳单月表现 这波涨势主要因为市场对于美国联准会Fed的降息压注 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刺激避险需求 油价周四应预期供应趋紧跳涨约2% 线收涨 且第一季涨幅高达16% 根据彭博资讯报价 纽约黄金现货价格周四收盘上涨1.6% 报美银两2229.87美元突破2200美元关卡 金价3月上涨超过9% 创2020年7月以来最佳单月表现且是连两季上涨 道明证券大宗商品策略师Daniel Galli表示 交易商在复活节价期前调整头寸 在月末和季末来临近之前 增加交易因而提振了金价 他说如果市场开始预期Fed降息幅度会更大 黄金可能会进一步上涨 不过最近他们确实看到 近期出现了买盘枯竭的迹象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Gainesville Coins的首席市场 分析师Everett Millman指出 金价上涨的另一个原因是 全球地缘政治局势依然紧张 这促使投资人买入黄金 作为一种中性的储备资产 瑞银分析师Wayne Gordon Giovanni Stonovo在最新的分析报告中则是提醒 利率维持在高水准 股市波动不大以及美元走强等不利因素 近来都没有扰乱金价的涨势 所以应该对金价之后的走势存疑 美国个人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将于今天公布 会帮助投资人衡量Fed后续政策立场 根据智商所的Fedwatch工具 交易上目前预期连准会6月降息的可能性为64% 油价方面周四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上涨2.2% 报每桶83.17美元为一周多来的最高结算价 布兰特原油期货上涨1.6% 报每桶87.48美元 石油输出国组织与伙伴国OPEC加 将每天减产约200万桶石油的协议延长到6月底 支撑了对全球库存将萎缩的预期 加上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不断受到乌克兰攻击 同时美国石油赚紧平台数量下降 多重因素导致原油供应展望区域紧缩 投资人大多认为 OPEC加在6月举行正式部长级会议之前 不太可能对石油生产政策做出任何改变 市场目前聚焦周五将公布的美国2月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PCE 1月PCE上升0.3% PCE数据可能有助于投资者衡量Fed的政策立场 根据CME FedWatch工具交易员预计6月降息的可能性约为70% MKS PEMP 报告写道 黄金的新高下限是每盎司2000美元 这象征新的宏观制度 各国央行正在容忍更高更久的通膨